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语法推导术 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主要要搞清楚几个概念 第一个呢 什么样的术 它是称为语法推导术 第二点呢 就是要了解 什么是短语 什么是简单短语 什么又是句比 而且了我们要学会写这个推导术 语法推导术 并且了从语法推导术中 求短语 简单短语和句比 和句比 首先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语法术 它有什么特征 语法术有什么特征 你比如说 我有一颗 语法术的话 如果有一颗语法术的话 那么了语法术它应该是具备 这么一些特征的 四方面的 首先呢 语法术的每一个节点 应该都有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呢 是V的一个符号 这是什么含义了 如果我们平常 表示一个文法的时候 通常呢 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G等于VN G等于VN VT 以及了 P 和S 这样子来表示一个文法 这样子来表示一个文法 那么每一个节点 语法术的每一个节点 都有一个标记 而且这个标记 是V的一个符号 V呢 就包括了这个VN和VT 也就是说 这个标记 肯定是一个中结符 或者是一个非中结符 每一个节点 根结点标记呢 肯定是S 为什么 因为S的话呢 一般是代表开始符 根结点是S 然后底下的节点呢 这些节点标记了 这些节点标记 都要是VN 或者是VT里面的元素 里面的符号 如果说一个节点 看到第三点 一个节点N 至少有一个 它自己除外的子孙 有一个 它自己除外的子孙 并且呢 有标记A 那么A肯定在VN中 你比如说 S 它底下呢 有T 有小A 有小B 对于S 它有 至少一个 它自己除外的子孙 它有三个子孙 有三个子孙 并且有标记S 并且有标记S 那么这个S呢 肯定是在VN中的 VN是什么 VN就是非终结伏级 VN就是非终结伏级 它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语法书中 能够表现出 有推导的 那么肯定是在 这个非终结伏级当中 如果是终结伏 它就无法 它就肯定是没有子数的 终结伏是没有子数的 没有子孙节点的 只有非终结伏 才有子孙节点 如果节点N 的直接子孙 从左到右的依次顺序 为N1 N2 一直到NK 并且要分别标记为A1 A2 AK 那么有 AT A1 A2 AK 这么一个式子呢 是P中的产生式 这一句话是什么含义了 有一个节点S 比如说 这个节点S 它呢 有直接子孙 它的直接子孙 就是它的孩子节点 有TAB 那么呢 把这个TAB 按顺序这么排列下来 S 推出 TAB 这个推导式啊 肯定是 P中的一个产生式 P中的一个产生式 这个语法的一个 文法的一个产生式 就是这么一层含义 那么我们来结合一个语法术 待会儿我们结合一个语法术 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 这就是一颗语法术 S 推出 S 底下有孩子节点 A BS A底下来 S B A A A 这么一颗语法术 我们就看 它符不符合 定义的说明 定义的第一个要求呢 就是每一个节点都要有一个标记 每一个节点都要有一个标记 而且这些标记了 必须是在 V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 它有标记 S A A A 小写A 大写A 大写S S A B A A 我们就看了 小A 小B 大A 和S 是不是 这个语法的 V当中的元素 V结合当中的元素 我们呢 就发现 小A 小B 以及S 大S 大A 都属于V结合当中的 前面一个呢 属于 中结伏级 这一个呢 属于非中结伏级 都是属于V当中的 字符的 所以 定义的第一条 就符合了 定义的第二条 它就是说 根的标记 为S 根的标记为S 这个也符合 然后呢 第三条就是 如果节点N 至少有一个 它自己除外的子孙 比如说 节点 它呢 有子孙 除自己以外 除自己以外的子孙 那么呢 这一个节点 这一个节点 肯定在 VN中 也就是说 这一个节点 肯定是 非中结伏 这一点也满足 A 大写的A 它是一个非中结伏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 一个节点 它有 多个直接子孙 把这些直接子孙呢 排列起来 S B A 排列起来 用根节点 这个标识 推导 这一个式子呢 应该是要 出现在 文法当中的 文法当中的一个推导式 我们就看 这个文法推导式 有没有 A 推出S B A 我们发现 有这么一个式子 所以说啊 我们这颗语法书 是合法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如何构造一颗语法术 如何构造一颗语法推导术 假设有文法 这么一个文法 其中呢 S 推出 小A 大A S AAS 或者呢 S它可以推导 出小A 大A呢 可以推导出 大写的S B 大写的A 或者呢 是SS 或者是BA 我们在构造 这一个句型 AAB AA 这一个句型的推导书 的时候呢 第一步 第一步 应该是把这一些 推导 分开 把它分开 就写成 S 推导出 A S S 推导出小A A 推出 大S B 大A 然后大A 推出 大写的SS 大L 推出 BA 这样子写出来 就一目了然一些 如果说 都放在一起的话 尤其对于初学者 可能 丢掉某一些推导 可能丢掉某些推导 所以这么写开 对我们的分析 是有帮助的 然后就要看这个巨型 根据巨型的特点来构造 这个推导书 根据巨型的特点来构造 推导书 这个巨型 是A A B 大写A 再 而我们的 推导 应该是从 根据点开始的 也就是从 S 起始幅开始的 S起始幅 它有两个推导式 S起始幅 它有两个推导式 一个是推出AAS 一个是直接推出一个A A 小A是一个终结幅 那么显然第二个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长一串 这么长一串的巨型 那么第一步就别无选择 只能选S 推出AAS 那么我们的推导书就构造第一步 A A S 在接下来第二步呢 第二步 我们就要看了 就还是看这一个图 现在已经得到了A 得到了A与巨型的A匹配 接下来呢 要匹配这么一段 要匹配这么一段 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 大A了 大A 有三个推导 三个推导了 分别是BA BA 显然不合要求 因为这里应该是以A开头 而不是以B开头 BA不符合要求 这里是A A开头 那么就从 SBA和SS当中选一个 从SS和SBA中选一个 我们可以了 试探性的选择 这一个 选择这一个了 看看是否能够继续往后推导 我们就发现 可以推导出SBA 这个BA啊 这个BA啊 刚好和我们的巨型的某一部分 是相匹配的 然后 剩下来的 得到的就是这么一颗语法术了 这么一颗语法术了 右边的S可以推出小A 和巨型匹配 这一个了 也可以推出一个小A 最终呢 就生成这么一颗语法术 这个语法术了 就和我们的巨型 是完全匹配的 怎么从语法术 得到巨型呢 就顺次的把它的叶子节点写出来 就行了 顺次的把叶子节点写出来 就是A A B 这是语法术的推导 语法术的 语法术的构造 接下来了 我们要看什么是短语 什么是简单短语 什么是巨饼 我们令G 大写的G 是一个文法 S了 是文法的开始符 A B C 是文法 的一个句型 如果说 S 经过 注意这里有个信号 经过若干部 能够推导出 A A C 推出A A C 并且了 大写的A 经过若干部的推导 能够推推出这个小写的B 那么了 我们称这个B 为巨型A B C 相对于非终结符A 相对于这个终结符A 的一个短语 的一个短语 如果呢 大写的这个A 它能够直接推导出B 直接推导出B 那么了 我们称B 是巨型A B C 相对于规则 A 推出B的一个直接短语 也叫简单短语 一个巨型的最左直接短语 最左直接短语 称为该巨型的巨饼 可以称为该巨型的巨饼 这里了 我们就看一个立体 一个上下文无关文法 生成的句子 A B B B A A 这个句子的推导数 这么一颗推导数 那么这一颗推导数当中 哪一些 哪一些 这个成分 哪一些成分 是这一个句子的短语 哪一些呢 又是它的简单短语了 其实有了语法推导数 要求短语是非常容易的 短语其实啊 就是推导数中 任意一颗子数的所有叶子节点的序列 一颗子数 任意一颗子数 任意一颗子数 它的所有叶子节点的序列 那么我们就任意找一颗子数 这是一颗子数 那么A1就是一个短语 A1就是一个短语 这里 也是一颗子数 它的叶子节点呢 有A2 A3 所以A2 A3 是一个短语 A2 A3 同时啊 这一颗子数中间又有一颗小的子数 A A啦 它有叶子节点 A2 所以A2 它又是一个 短语 又是一个短语 然后对于B B1 这一颗子数 B 这颗子数 B 它呢 有 7个码 B1 B2 三个叶子节点 那么呢 7个码 B1 B2 这个也是一个短语 也是一个短语 那么哪些是直接短语了 直接短语也很好求 直接短语也很好求 直接短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规则 A 直接推出B 那么 这个B就是一个直接短语 那么这里呢 大A直接推出 小A1 所以小A1啦 是一个直接短语 S 直接推出了 7个码 那么7个码呢 是一个 直接短语 简单短语 B 推出了 B1 它也是一个 直接短语 B 推出了 B2 BR也是一个 直接短语 A 推出 AR 它也是一个 直接短语 也是一个 直接短语 那么A3 是不是一个短语了 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A3 是不是一个直接短语 A3 实际上 它不是直接短语 也不是短语 它甚至不是短语 因为A3 只是S推导的一个部分而已 只是推导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全部 如果说 S直接推出 A3 那么 A3 是一个直接 一个直接短语 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书里面没有 就是 S 推出A1 推出 A2 其实 A1 A2 A1 A2 也是一个 直接短语 也是一个 直接短语 因为S 因为S 是把A1 A2 一步 就推出来了 直接推出来的 所以说 上面 123 45 这些 都是直接短语 而底下的 你像 这一个 是一个短语 这一个 拼在一起 它也是一个 短语 B3 A3 是一个 短语 然后 这一个 它也是一个 短语 A1 Sigma B1 B2 A2 A3 这个也是一个 短语 那么 什么是 巨饼呢 巨饼 就是 整个这一颗 语法术当中 最左边的 最左边的 子数 最左边的子数 它的 这个节点 而且呢 它要求 一定要是 简单短语 最左边的 简单短语 所以这一颗 树中 这个A1 它就是 巨饼 因为它 处于最左 同时呢 它也是 简单短语 所以它是 巨饼 这个是 语法 推导书 这一颗 这一颗 简单短语